万万没想到 大S和汪小飞的抓马恩怨情仇 竟然在黄紫娇身上出现了转折点 这汪小飞半年都没说明白的事情 黄紫娇半分钟就说清楚了 前脚大家还在努力吃瓜 转头一看 好闷 张岚女士此时已经抓住了一切商机 开始直播带货了 我关你什么黄紫娇 黑紫娇 红紫娇 上大瓜 快点 给岚姐快吃大瓜 黄紫娇是谁啊 老娘今天就是要过好日子 要说这个弯弯的娱乐圈大瓜 事件开始是中国台湾6月份发起的某项活动 活动中就先后有知名艺人 许杰辉 主持人佑胜 被爆料曾经XXX操扰过别人 要说佑胜这个艺人 自从结婚后 好爸爸好老公的形象就一直深入人心 而这次意外翻车 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于是就有好多人想起了 曾经黄紫娇拒绝跟佑胜同台的事 因为当时就有传闻说 佑胜在跟黄紫娇老婆孟耿如拍戏时 毛瘦毛娇 明知有男友还追她 所以黄紫娇才不愿意跟她同台 不过当时黄紫娇并没有回应这个传闻 结果这次佑胜翻车后 黄紫娇也以正面形象频频出镜 可能是因为曾经受害的网友实在看不下去了 于是就跳出来用长篇小作文来指控 她也并非善类 据小作文里说 这个受害的女生 跟黄紫娇是透过学校的朋友介绍认识的 当时她才年仅17岁 黄紫娇不仅性骚扰女生 还给受害人拍裸照 女孩吓哭了 黄紫娇还在一边说 你流泪的时候也很美 咦 真让人恶寒 当时爆料者没有点名道姓 而是指出对方是知名主持人 有女儿等线索 而黄紫娇也很快出面 承认了这件事 首先我必须当然还是道歉 也很抱歉 辜负了很多人的信任跟期待 在这一次的这一波的事件里面 坐地难安 很多事情它一定是有个原因 有个起源嘛 大概10岁的时候 我妈妈就出轨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伤痛是 在饭店里面 他们就在旁边上床 可想而知 那个对我来讲有多么的震惊 那当然后来跟我爸爸一定离婚了 逻中的时候 心里也有点 所谓的变态 你这话里话外 都是透露着童年阴影 导致了你心里变态呗 我道歉了 但错的另有其人 这个意思我没立即错吧 而且紧接着他又与出行人在视频里说 好我要讲的是大小意思 可是问题是他们吸毒 喝药这件事情 我也一直过不去 他们可以去否定 否认 然后红了二十几年 就算被周刊拍到 还是可以否认 他们身边的朋友 阿雅也好 范小轩也好 周俊文也好 全部都逃过 还记得像瓜哥啊 陶宗康什么的 还坐过牢啊 还是干嘛 忘了乐界 大妈也好 摇头面也好 那个时候因为不流行社群 所以很多摇头可能也没有机会爆料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他们就可以逃过这一切 好嘛 你这机关枪 真是扫射了一大圈啊 主打的就是一个 虽然我活不久了 但你们一个个的 也别想活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韩国印象很长 因为我就是被他们带去 当时大阿雅跟光头在一起 在一个饭店 我非常不想 我在台北 被范小轩周俊伟的 在他们家里面 还有大小S他们也是 被邀请 被说服 被硬塞 我不快乐 到韩国那次我也不快乐 我还记得在那个浴室 光头很大支人 他可以把我包进去任何的地方 我就不得不吃 我不快乐 他们当然不止这两次 甚至在飞碟对面那个夜店 里面都在客 他们为什么可以逃过这一切 为什么 听到这儿我都傻了 你们才是真会玩啊 当年我还在傻乎乎的看这两姐妹的综艺 而且曾经是真的喜欢过他们 万万没想到 小丑就是我自己 视频看到这儿的时候 很多人就开始怀疑 他说的是不是事实了 于是接下来就有新闻爆料 黄子娇自残已被送往医院 该说不说 作为一个大男人 一个五十多岁的成熟男人 该有点担当吧 真的会过 不是靠斗八卦卖惨 然后自残 把一切烂摊子丢给妻子和女儿 倒不去 反过来 我们再看这次世界被波及到的人物 又牵扯到了另一桩恩怨情仇 堪称内娱卡戴山家族 也是至此 大S和汪小飞的故事 又迎来了转折点 之前床垫事件 汪小飞就不敌大S 惨淡收场 随后汪小飞母亲张岚就指出过大S吸毒 你这个当妈的 天天的那表演 你把你女儿害死了 你懂吗 小S在内容大S 你完全你们没拿着当人 你们就拿着当工具 别让我戳穿他们 好吧 天天的吸毒 我有证人 对吧 我也可以让法庭拉着他们去验血 咱们看到那一天什么都完了 而且此前和大S的拉锯战中 汪小飞也曾多次公开表示 对小S的不满 然后我惹急了 我检举你 不仅如此 大S背后的纹身 也被中国反X掉点灵过 这个星星图案 源自一个X组织雷尔教 好大颗哦 就是有一个叫雷尔教的 就是有一个法国人 他叫雷尔 然后他宣称 他有一天看到外星人 倡导女性自由发生关系 平等的爱每一个人 无需为伴侣投入感情 而且还大肆的敛财 参加的成员 都要把深入的10%上交 现在看来 弯弯七仙女团 怎么一个比一个抓马 爱作妖各种抓马 被出轨却不肯离婚的小S 因为男朋友不想要小孩 欺掉子宫的不婚主义范小轩 生了三个孩子 还嫁不出去的卢佩慈 很可能是同期的范伟奇 跟活佛生了孩子 独自抚养的阿雅 真的每个生活都特别离谱 而世间的主角黄紫娇 除了爆料大小S和拒禁业吸毒 还有 已婚女歌手跟制作人搞在一起啦 无宗宪乱搞男女关系啦 好朋友好兄弟婚内出轨 现在形象还很好 演出一场又一场啦 假性女艺人倒追她又消失啦 等等等等 总之 就是这个纸醉机迷的娱乐圈 给她脆弱的心灵造成了伤害 黄紫娇整个视频的重点 道歉不是首要 为自己开脱 抱别人的八卦 转移火力才是她的目的 大家都犯错 我可以为他们守着肮脏的秘密 为什么就没人原谅我呢 这种心理的不平衡 让她干脆现在 于死往后的来一堆爆料 可是我心中的me too 我听你不是 不是那个啊 是这个啊 为什么他们就可以若无其事地 继续红下去 如果我逃不过 他们为什么可以逃得过 还有很多啦 但此时 并不是爆料了一堆 就可以免除掉自己的责任 每个人成长的过程中 都会受到伤害 但是这些 不应该成为去性骚扰 去伤害别人的理由 好了 今天就先说到这吧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